我們看到這個 剛剛我們講的兩個部分的話 有一個部分是同學們可能 必須要再釐清楚就是說 你自己本身 在一個慣性坐標系統 兩個慣性坐標系統 這兩個慣性坐標系統 在等所謂慣性坐標系統 就是兩個有相對速度的 這個坐標系統 都叫做慣性坐標系統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兩個慣性坐標系統的人 所觀察到的物理現象 所謂的物理現象就是說 動電學裡面 Dimanic的物理現象一定要一樣 所以加利列轉換裡面告訴你 你從XYZ 你們這個 下次選那個 俠義相對論裡面的話 加利列轉換 兩個慣性坐標系統 XYZ 跟X'Y'Z'的部分 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座標系統 它如果 它有一個U往這邊移動的時候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 Y跟Y'Z' 我如果把這個O'Z'的點 把它對齊的時候 為了解釋方便 我把O'Z'的點 對齊在ΔT'等於0的時候 在T'等於0的時候呢 那我 Y'Plan' 對齊 那你看到 在T時刻的時候 在T時刻的時候 那很簡單的 你可以看到 這兩個是相等 這個也是相等 那X'跟X之間的關係呢 那就是等於 X'再加上U乘上T時間的時候 T-T0 T0是0 就是X的G' 所以你現在你把它 這是兩個 這個是你兩個的 這個相對座標系統的情況 那我們可以看到 你做一次微分 你把這個 你把這個 這邊微分一次 減UT 你把它微分 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U' 我把V'好了 V的'減掉U OK 那這個是V 對不對 S方向的 那你再做一次微分 那你再做一次微分 再做一次微分的時候呢 這一邊呢 就是你的加速度 那這一項呢 也是你的加速度 在S方向上面 因為這個是定值 所以微分是等於0 所以你會發現說 在這兩個座標系統裡面 O跟O'的座標系統 你所看到的加速度 是一模一樣的 換句話說 在X座標系統裡面 在O'的座標系統裡面 所受到的力 跟在O'的座標系統裡面 所受到的力 是一模一樣的 這就是加力烈轉換 OK 在加力烈轉換裡面 即使你到相對論裡面 這一個 是相對論裡面的什麼 第一個假設 也就是兩個 慣性座標系統裡面 你所觀察到的物理現象 那他所得到的 這個Diamenic的性質 全部東東是一致的 那換句話說 這也是我們剛剛在講 我把一個Q 他所受到的力 他所受到的力 到另外一個座標系統 另外一個座標系統 那可能 他所 在那個座標系統裡面 他所觀察到的 電場跟磁場 就可能不一樣了 因為 你要 這兩個力要一模一樣 OK 如果 當另外這個座標系統 剛好跟著這個 在走 就騎在他上面 那你就可以看到 U±是等於0的情況 所以 在這個座標系統 上的人 跟著他 在走的 上的人 他會下一個結論說 我周遭只有什麼 電場 我沒有磁場 的 給我的作用 這樣了解嗎 所以每一個座標系統上 你所看到的 電場跟磁場 你感 每一個座標系統上的 你的電場 跟磁場 你就必須要做一個轉換 不同的 不同的 這個系統 那你的電場跟磁場 你就要做轉換 那 在 如果你把相對論引進來的時候 你就 這個轉換是很重要的 那為什麼要把相對論引進來 必須要引進來 因為電場跟磁場 他們 的 之間 的 傳遞速度 就是光速 所以你不能用古典力學去做轉換 你必須要用相對論力學去做 電場跟磁場的轉換 OK 在這邊 再提醒你們一下 他這邊有沒有問題 哪一個地方 這邊是加 所以這邊是應該加 這邊也要加 這個是加 沒有問題 我們在這裡 我們還沒有引進來相對論之前 你這個轉換的關係 你看不到 但是你 必須要很清楚的知道 就是說 在這個上面的人 感受到的是 只有什麼 他感覺 當U'等於0的時候 他感覺他全部的 所受的力 就是QE 這就是他所受的力 OK 當然 這個E'已經不是他這個E了 這樣了解嗎 好 這是同學在 下課時間 看到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再回來 我們說 在這個例子裡面的話呢 是法勒阿比的Disk Generator 那他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裝置 也就是一個圓盤 那這是一個導體 那這個圓盤呢 它是在轉動的 好 那 它呢 在一個磁場裡面 磁場是B 那 那 我說 V是等於B0Z 我的磁場是固定的喔 那我現在我看到的是 我這個圓盤是在轉動的 那我問一個問題 我說 對這個系統來講 如果在這裡 接上一個導線 會不會有電流流過 會不會 嗯 有人搖頭 有人點頭 認為會有電流流過的請舉手 好 有一部分 不會有電流流過的請舉手 也有一部分 好 認為會有電流流過的同學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你為什麼認為他有電流流過 大聲一點沒關係 我把它切成很多根小根的 哈 你把它認為 把他切成一小塊一小塊 然後每一個都在切割磁力線 OK 他認為每一小塊 然後都是在切割磁力線 所以 就應該有什麼 感應電動式出來了 好 那認為沒有電流流過的 剛剛有很多同學 我覺得棘手很不錯 已經會表達你們自己的想法 那有沒有人告訴我說 你為什麼會認為 你沒有電流流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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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通量是固定的 對 好 這是兩個 每一個同學 都會感覺的 就是說 對這個問題來講的話 對這個問題來講的話 你看到了 好像 磁通量是固定的 因為為什麼 這個盤子 這個盤子 通過這個盤子的 磁通量是固定的 那 大部分的同學就說 因為他 磁通量是固定的 那他是constant 所以呢 他就下一個結論 就是說 他這裡不會有電流流過 因為不會有感應電動式 但是反過來 你再看一個 這裡面的磁通量是固定 這件事情 的話 導體有沒有在移動 這個導體有沒有在移動 有在移動對不對 因為 就像剛剛 講的 每一小塊的導體 他其實 他是在移動的 他都有一個速度 OK 每一個的導體 都有一個速度 所以你現在你看到 對於這個導體來講的話 他有一個速度在移動 那你看到的是什麼 他好像是 這裡 我們如果我們來看一下 對這個導體來講的話 EU Cross V 他是什麼 他是有一個感應電廠 這端是正的 這端是負的 所以每一塊 通通有一個感應電廠 那你就好像是什麼 好像是一連串的電池啊 那 這邊都是負的 這邊都是正的 那 電池 他 他的效應好像是這樣子 因為你把負端跟正端全部負端都接在一起 然後正端呢 連在 連在 邊邊的情況 對不對 這個的電池 跟這個是不是一模一樣 對不對 所以 你現在你去 你要計算 他的感應電動式是多少 跟你去計算一小片的感應電動式一模一樣的 換句話說 我們如果計算這一小片的感應電動式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U啊 基本上面 他的速度是R Omega 然後他的方向是5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 OK 我們可以看到 對這個 對這一個 U Clos V Dot DL 所對應的感應電動式 V0 欸 對不起 OK 你就可以把它計算出來 U是 R Omega Y V呢 是等於V0 Z Dot DL DL是從 從 這個 0的位置 一直G到R的位置 所以 是D R的R方向 那 我們可以 把這個G出下的 Omega 是固定 V0 是固定 把它移到外面來 好 然後5 Clos Z 5 Clos Z DL DL 方向 已經 確定了 是等於 是剛剛好的 那 所以 現在裡面的話 就是等於 R D R的情況 那 從0一直G到 這個大R OK 上去話說 這個就是等於 2分之1的 Omega V0 的 R 8 平方 這就是 我們的 感應電els 斯的大小 OK 那 同樣的 這是第一種 你的思考方式 那 第二種 你如果要去思考說 欸 我要用Fluss的概念 你好像Total Fluss是等于Constant 但是对这一块的Fluss而言 它的Fluss是等于多少 我们说对这一块的Fluss来讲 它是等于V.DS 然后DS是等于多少 V0 DS就是这一块的面积啊 这一块的面积DS 是等于1分之2 这是D5 R平方D5 OK 所以你变 或者是我就直接把它写一下 写成RDRD5 这样有没有问题 OK 那你会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V0是一个固定的值了 我把它提到外面来 OK 所以你G分R的部分是从0G到大R OK 那你这边就是RDR D5 D5呢 是一个小小的D5值而已 我们对这一片来讲 所以它的值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Omega乘上 你的时间 DETA T 这个就是你 这一小片的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磁通量 是等于多少 换句话说 这个很容易计算的 这个结果是等于 2分之1 V0 R平方 Omega DETA T 那你把你的磁通量 随着时间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变化 我们把它看一下 DETA 5 V DETA T 它确实等于 1分之1V0 R平方 Omega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感应电动式 大小 可以看到了 这个结果 跟这边算出来的结果 是一模一样的 对 那你的图是 接的地方是 都在你的地方 这样子还会有它的电位差吗 哪一个地方 导线接到中心点 导线两端 导线两端都接到 有盘中心 对不起 这个不是 接到这边 接到这边 对 接到边缘 连连错边了 对 所以有一些同学 这个棘手的时候 可能老师误导你的图了 这边缘 很好很好 对不起 这是一边边缘的地方 所以现在你看到这是从0G到R的部分 对 所以两样的部分 这个两个的部分 基本上算法 不同的切入点 但是你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 每一个从负的到正的 这是好像这边是一连串的电池 它的并连连的一个效应 一个并连的一个效应 对 这一个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 电流是从哪里流出 电流一定就是从这边流出来 要进去 这是这样的情况 OK 所以我们 你不能把这个直接 把它整个来看说 我的fluss是等于constant 所以没有 因为fluss是等于constant 是你禁止的时候fluss是等于0 现在这个导线是 这个导体 这个圆盘 是已经在切割磁力线了 所以 它已经有在移动了 所以这个 等于0 这个constant这件事情的话 你要小心的去判断 fluss phi 是等于constant的部分 要小心的去判断